日元的看法 Hello,大家好,我是Kerry李若凡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對日元的看法 昨天我們看到美金相對日元不斷創24年的新高 曾經都去過144.99的水平 接下來判斷日元的走勢 我們可能要回顧一下過去這段時間 為何日元會不斷走弱 總括來說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為日本始終比較依賴入口的能源 所以在能源價格高企的情況下 日本7月的商品貿易逆差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第二,因為疫情關係 日本維持一個比較嚴謹的旅遊限制措施 令日本的旅遊業受壓 我們也看到日本的服務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 第三,就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 如果通脹率來說 日本最新的通脹率只是2.6% 維持在與預期相符的水平 但最新美國的8月通脹是超乎預期 相比起身,日本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迫切性 需要去收緊貨幣政策 但美國那邊就比較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和日本之間兩年期的國債收益率的差距 已經擴大到2007年以來最高 接近390個基點的水平 接下來大家都會比較關心日本會不會是進行干預 而限制日園的跌幅 但回顧1998年的時候 美國要與日本聯手才有機會進行干預 但最近我們看到美國那邊都比較希望 看到自己的貨幣偏強 而控制美國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所以現在要他們與日本聯手 去控制日園的弱勢機會不太大 如果只是口頭上的干預 又或者只是最近報道所說的 進行一些匯率審查 可能對日園的扭轉局面的作用不會太大 接下來除非我們看到能源價格持續下跌 幫助收集日本的商品貿易的逆差 又或者日本進一步通關 導致日本的旅遊業明顯復甦 幫助收集當地服務貿易的逆差 又或者日本央行和美聯儲 轉變他們現在的貨幣政策立場 不是的話 可能我們很難看到日圓有反彈的機會 未來今年如下時間 可能反而見到這個美金相對日圓 會上至145的水平 甚至是1998年以來的高位147.66 今天對日圓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下一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對柳子和家子的看法 敬請期待 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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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期待